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HiFi发烧台 我是Li三八八 如果大家有留意开HiFi发烧台影片 应该有留意到 我之前也有介绍过几款Fi Audio的喇叭 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喇叭 如果以声音来计 真的相当之超值 是属于抵玩的喇叭 所以我都很喜欢跟大家分享 之前也有跟大家提到 Fi Audio是一间新成立的公司 不过他们公司的骨幹成员 都是来自一个天狼 所以相当之有经验 才可以在短时间 有这么多款式的喇叭推出 像今次我身边这个 不要大家看到以为好像古董喇叭 其实都是闯发一个新的Vinteig Classic系列 这个系列其实之前 我也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个Casic 8和Casic 10 它另外还有一款大一点的Casic 12 而我身边这款Casic 8 SM 是它这个系列里面唯一一款书架喇叭 所以如果大家对书架喇叭有兴趣 那就不要走开就看下去了 还有如果大家看着这条影片 还未订阅HiFi发烧台就快订阅 因为HiFi发烧台有很多影音器材分享 发烧有一个家房 以及一个唱片介绍 如果你订阅了 如果按到这个全部通知 那你就不会错过了 Fi Audio可以说是同族喇叭专家 什么是同族喇叭 同族喇叭的意思就是高音单元和中低音单元的发声点都同一个中心位 也可以叫做点单元 好似我身边这对Fi Audio Vintake Casics 8 SM 这对书架喇叭 其实这个单元就是同族单元 大家看到高音单元和中低音单元的中心点都是同一个位置 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全频都可以同一时间去到皇帝位的位置 大家可以听到更加准确定位 而且那个结像会更加好 先和大家讲一下这个喇叭外观 它的面网就用了一个好似苏格兰文的布料 加上这个维生 看来都挺英俊的 而且刚才我拔这个面网出来都要用点力 因为它都用了挺大力的磁石 不过它的细心位 它前面都有用皮做的手腕 变得容易点拔出来 如果大家拔了这个面网出来 不知道放在哪里 其实它都可以放在喇叭后面 它后面有磁石可以摄住这对面网 而且这个喇叭的外皮 就用了一个糊涂实木的外皮 加上黑色的前像板 看来真的很有英伦的復古风 这个样子都挺典牙 我相信有不少发色都喜欢一类的外观 大家看到这个喇叭的外观好像很復古 不过都用了厂方很多新的技术 好像这个单元就是厂方一个Isofine的单元 是一个同轴发声的单元 外边是一个8吋多重纤维震膜的中低音单元 去到1.8kHz上就交到中间 这个是25mm尾震膜的高音单元 它前面就安装了一个号角的装置 这个喇叭背后就用了一个铁氧池系统 大家看到这个单元的懸挂边 有些斜向的粒痕 这个就是厂方称为Five Foot的技术 这个技术可以令到单元 至于更多后场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这对喇叭前面有两个船楼 分别是Energy和Pessence Energy主要是针对高音方面 如果大家觉得高音比较刺耳就可以减 如果觉得高音比较暗就可以加 它的调价范围就是正负3dB 至于Pessence Pessence主要是针对2.5到5kHz 是比较上偏向调节的人声方面 可以调节的人声清晰度 和那种前后感觉 调节范围都是正负3dB 其实这些调节没有对错 真的要按个人的口味 或者不同的环境去调节 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 这个也是玩音响的乐趣 这个喇叭是一个bywire的设计 中间还有一个专用的接地位 据厂方所说 它里面的分音器那些零件 都经过精心的简选 和经过长时间聆听才采用 它里面的接线都用到 这个杜银的单精筒 今次玩这对喇叭 我觉得始终找回一些复古的声音 我就找了胆机推去 而且这对喇叭的灵敏度有91dB 左矿有8Ω 纯粹看的数据都不难推 我今次找了一部我珍藏的胆机 是这个Amaro 318B 它用了两支6C33C的胆 输出有18x2 今次推这对喇叭 我发觉它的喇叭真的不是很难推 而且这个喇叭就算未好认真摆位 因为我发觉定位感和人声结像都很好 证明这个喇叭的同族单元应该帮得到手 而且这个喇叭 我觉得都是属于一些比较容易玩的喇叭 我刚才提到这对喇叭都属于很容易玩 不过它都比较敏感 好像喇叭的面网放在背后和拿走它 其实声音都有一些不同 我觉得如果把喇叭贴在喇叭背后 那个声音会觉得凝聚一些 音像会倾前一些 这方面就比较贴近舊声的感觉 至于如果把面网拿走 那些声音就会开扬一些 声音会轻快一些 以及音像会推后一些 这方面就比较常有新声的方向 如果以我个人口味 我还喜欢拿走它 这方面都真的很好玩 大家都可以试一试 看哪方面会适合你口味多些 我都会录小小音 等大家AB比较一下 不过只要录出来 和再放上网 和我议场听就差很远 纯粹给大家过一下忍参考一下 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 无法抹去 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这对喇叭的听后感 这对喇叭始终是单点音源的设计 所以人声结像和乐器的定位感都很好 很容易就做到一件一件乐器 吊在面前的感觉 而且高音单元是一个好角式的设计 所以高音能量感都很强 而且它扩散都不错 所以就算坐在皇帝位旁边 听它都很清楚 不过如果大家的听音环境 比较上多反射和多硬场 这个高音会有机会过强 特别是听一些小提琴类型的音乐 如果大家发觉听小提琴有点刺耳的感觉 其实就可以调调一下前面的Energy 我发觉这个调教都相当见效和很好用 在这里我减了两格 至于人声方面 我觉得这对喇叭真的要看你怎么玩 如果大家喜欢一些比较浓厚的人声 可以配一些比较厚一点的抗音机 它都可以反映出来 加上前面的PASSION 锡 真的很帮到手 真的可以玩出你自己想调调一下声音 这个喇叭的可硕性真的相当高 这对喇叭的低音表现 这对喇叭始终是书架的喇叭 虽然它的尺寸比较大 但这对8寸的中低音单元 真的很难在一个很大环境 做到一种很丰满的低频 不过如果大家听音环境在150尺以下 我觉得这对8寸的低音单元 绝对可以做到一种很合理的低音 和能量感也是足够 如果大家真的很喜欢一些很大能量的低频 可能就要考虑同厂的座地喇叭 最后来一个总结 我今次试听完这对5Audio Car18 SM 这对书架喇叭 好像我刚才所说 这对喇叭都很容易玩 绝对不是一对一阔三大的书架喇叭 不用用到很高级的器材才能推到漂亮的声音 而且这对喇叭的摆位要求也不是很高 变成了一个合理的环境 都可以玩到合理的声音 如果你贪玩 其实这对喇叭面网 放在不同的位置 再加上前边两个船楼都可以玩出不同的声音 真的可以说有时间玩 一定不会闷 至于对喇叭有什么地方可以改善 我觉得前面这两个按钮 如果可以变成一格一格就变得好一点 因为现在这个是无段式的控制 变成要同时扭两边喇叭 要两边喇叭扭到一样 有时也有些困难 所以如果这个按钮可以变成一格一格 或者将上屋的黑度变得小一点 精密一点 那会更加好 好了 今次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记得分享订阅按赞 HiFi发烧台 还有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好了下次见